今天總統府特別舉辦了英雄派對和英雄大遊行 預計在下午3點開始遊行 目前現場氣氛如何 我們趕快把時間連線給記者徐一芳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目前在總統府的正前方 那麼今天這個奧運已經落幕了 不過呢 英雄都已經歸國了 那我們現在在總統府可以看到現在場面是相當的盛大 然後後面呢 這個總統府可以看到 舞台都已經是搭建完成了 而且還掛了一個高掛的國旗 那再看到鏡頭旁邊有好幾輛的這個戰術輪車 包含了七型跟中型的戰術輪車 都是要來載這些國手的 那麼今天呢 全場這個遊行的路線呢 是1.5公里左右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載這些選手的路線以及戰車 那可以看到我們是特別製作這個手板 那這些選手呢 將乘坐這些戰車 是要通過從這個 這個是STAR起點 也就是從這個重慶南路一段開始出發 那麼往這個襄陽路再走到這個管前路 而且這個管前路喔 大家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管前路呢 是英雄谷 所以呢 有可能還會再在線這個英雄谷 因為這個場面一定會非常的盛大 因為左右兩邊都會是有蠻多的民眾來向這些國手 以及他們的偶像來揮手 然後呢 再往這個中校西路與公園路這個天橋 這個是終點站 那他們就會停靠在這裡喔 那不過呢 這一次是總統賴清德以及副總統小美琴 即將來接見這些選手來鼓舞他們 也謝謝他們為台灣的付出 那麼我們在看到他們做的這些輕型中型戰車 其實是量點是相當的多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是私底下拿到一些名單 是他們乘坐的車輛 那林日婷呢 他和他的教練呢 是會坐在第一台車來打頭陣 那我們在看到呢 唐嘉鴻也就是單槓奪得銅牌的 他和他的教練會坐在第二車 那再看到這個吳世儀是銅牌的拳擊選手 他即將會坐到第三車 以及第四車是涉及 定向飛遠的這個第四車的李孟遠 還有呢 這個陳念琴也是全級國首將乘坐第五車 那麼最後呢 也就是大家所關注的 林陽佩 今天呢 王麒麟是會出現的喔 他是坐在這個第六車 不過李陽呢 因為他私人行程到了這個日本來旅遊 所以他今天是不會出來的 是由他的爸爸代替他上陣 跟這個王麒麟坐在這個第六車 也是大家非常關注的一個焦點 那麼今天呢 現場已經來了一些民眾 我們就想要看等一下這個英雄 大聯盟 大遊戲 以及這個派對的盛況 那麼以上 像最近情形 先把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